67歲的岑爵懷在美國紐約經營珠寶零售45年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由高峰期擁有三間分店 到現在只剩一間 現時每個月營業額有十幾萬美金 交十五年前減少四至五倍 以前那些人買東西 因為金錢便宜時 每一買買五六種不同款式 但今天不是 他們拿了舊的手飾 例如秤金值多少錢和我們換 然後才買一兩件精品 不是普通戴的那些 比較有保值 他知道珠寶可以保值 他便買一些比較好的質量 即將舊戶用來貨品 經濟畢竟高價貨品 好像三千至三萬美金的珠寶銷售瓦 大幅減少 十年間生意累跌三至四成 如果買高品質的珠寶 那些都是比較中高收入的人 中高收入的人 現在因為華爾街不太好 變成收入少了 變成影響我們高檔貨的買賣 一般的貨息不會影響太大 因為一般可以平時買得起 生日賣一千幾百 那些他們都可以一樣 好像以前 但是高檔些比較難些 大部分珠寶好像是黃金和鑽石等等 在過去十年間升值近三倍 所以吸引不少當地的華人 以致是本土美國人買來投資保值 為了刺激持續不景的經濟 美國聯儲局推出多項舊市方案 包括先後推出三輪量化寬鬆措施 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資金之後 又維持低息環境 在多管齊下後 美國經濟近期逐漸復甦 房地產市道好轉 失業率亦有改善 但有分析認為 對美國經濟不可過分樂觀 因為十年兩年的美國國債息差 過去一兩年已經一直縮窄 這個縮窄 預視未來一兩年的經濟增長 是會向下的 但以它的知識曲線 未去到逆向的情況估計 未至於一個很嚴重的衰退 可能一兩年後會出現一個輕度衰退 但起碼可能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放緩 會出現的 羅家中又說 近年大部份高消費品 都是出口到新興市場 好像中國和印度等 大過去兩三年 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速大幅放緩 相信奢侈品市場的寒冬仍然未過 香港呼頻電視記者林家瑤 在美國紐約報導